今天其實最近因為太平清朝就來做了 變了很多機會跟大家講一下太平清朝 但又不是很想每一次都一樣的時候 那怎算呢?都有個困難的 另一方面剛才我也聽到 一會兒講大澳遊聰的就是由大澳人 作為一個長洲以外的人 嘗試去了解一個太平清朝 我會去怎樣了解呢? 或者怎樣去看一個長洲的太平清朝呢? 今天跟大家很快去 希望用20分鐘或者25分鐘 看一次長洲的太平清朝 在你們去長洲親身去看之前 有一個概念 我們剛才說 如果我們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列入了這個名錄裏面 現在我們拿到這個榮譽 這個榮譽放在哪裏?放在為朝府 如果有興趣的可能 入到長洲就要去這個地方看一看 我們問了 我們問了 我首先可能需要問一問 長洲太平清朝 我們說是一個傳統文化的活動 他那個傳統是甚麼呢? 我最初我自己接觸的時候 可能第一件事就是他的搶包山 因為我未去之前都可以透過很多途徑 知道有一些這樣的活動 另外一件事就是他的飄飾 每年有一個很大型的活動 我記得以前最初去看長洲太平清朝的時候 亦都是他們那個正照日那一天 因為有這個飄飾 有這個的會景巡遊 所以才進去看的 到後來呢 發覺想真正認識 他那個活動的特色 或者他的性質的時候 為甚麼叫做太平清朝呢? 為甚麼不叫做長洲會景巡遊呢? 是要叫做太平清朝呢? 原來發覺他還有一個民間宗教的核心在這裏 那這次我就想嘗試從這個核心 去跟大家講一下長洲太平清朝 看看他那個傳統其實是甚麼內容 我們說第一方面 他其實有一個叫做俱溫族裔 許願酬患的一個民間宗教活動來的 那這個活動呢 其實我們只要花一點時間 但其實我們進到長洲 遇到一些老人家 去問一問他們 長洲太平清朝那個來源是怎樣的? 你都會聽到好幾種不同的故事 譬如這裏呢 就是其中一個故事呢 就是寫在長洲太平清朝他們每年出的特刊 他們由1966年開始 即是1967年出第一期 他們的建照特刊 一直出到現在 都每年都沒有斷過的 但是在這些的建照特刊裏面 我們就會看到有這些的訊息 有這些的故事 他告訴我們 很主要是甚麼呢? 就是長洲發生瘟疫 因此他們就用一個很多醫藥都沒法解決的問題 終於他們就想了一個辦法 就是覺得可能是我們得罪了一些例如泥鬼 或者是一些不乾淨的東西 我們今天叫做 所以他們就去請了 就是決定做太平清朝 然後全島齋界三日 請這個海陸峰的高僧 來做一個拜慘的儀式 查超渡那些的憂魂這樣 而這個活動呢 他們也都有一些的安排在這裏 這種的安排呢 其實一直延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都是這樣做的 其實剛才長洲建照直理會的副主席何禮安先生 就帶了一本民國四年的建照簿給我們看 其實在那本建照簿裏面 很多很多有關長洲太平清朝的內容 其中一 我剛才立一立 其中一點就是 每年的晶月在北帝神前 打杯選元首選總理 這個的做法其實遠在差不多八幾年前已經開始這樣做了 他們在六七年建照簿那裏其實都是這樣做 然後呢就一直到決定在那時候 打了杯選了總理 還在那時候選了到底四月份何時去做這個太平清朝 其實那時候呢只是決定在四月 到底四月何時做呢 每年都要打杯問那個神的 所以我們知道太平清朝其實有一個這個民間那個宗教內容 那個內容是希望做什麽呢 希望求神保佑我們這一年裏面 平安 拘除一些不好的東西 然後呢 第二年因為神保佑了我們了 所以第二年我們要求謝那個神 同時我們都再求他下一年保佑我們 所以其實是一個這樣的活動 那好了這個活動我們跟著就問個問題 咦那他跟這個北帝有什麽關係呢 跟玉虛宮為什麽是 長洲我們知道呢 長洲很多很多神廟 長洲有四個天后廟 有一個就是玉虛宮就是北帝的 亦都有彭聖廟 再還有觀音廟 很多很多的 是一個很小的島上高 我們就問咦那到底跟北帝廟的關係 是為什麽會有個關係在這裏呢 那可能我們看一看北帝廟的簡單的歷史 這個歷史呢 其實在一些碑記裏面都有寫到的 那他就告訴我們聽 其實在最初的時候呢 乾隆的時候 哇早到原來乾隆的時候呢 他們這個地方呢 已經有一些維州人呢 在這裏從事那個貿易 主要是水上的一些貿易 那他們呢 因為維州人嘛 那他們呢 那他們就 維州我們知道了 維州那個元武山 就是這個北帝的祖廟嘛 那他們呢 很順這一樣東西 那因此呢 就回鄉下 請了北帝的香火來到長洲 那跟著呢 其實這個請來的這個人 就是姓林的 現在還在長洲那個家族 還在長洲的這個姓林的家族 那他們就 接住下來三代人 由起廟 再重修 再重修 都是他們姓林的家族主持 而且 最主要的參與的人呢 都是一些維州人 一些我們叫做維朝人 就是這些的人 那因此 在1903年 我們說另外一次大型的重修 就是1903年 在這個時候 在這個時候之前呢 其實那個廟 主要就是屬於維朝人 因此他們那個活動呢 基本上呢 也都只是維朝人 或者我們叫做海綠峰的 帶有很強的海綠峰的 特色的一些的活動來 那因此 我們說那些的特色在哪裏呢 那譬如 我們講幾個例子 一個就是說 剛才我們提過 每年決定 一定要在正月的時候呢 在北帝神前呢 是杯卜 請 就是選這個總理 去做這個打招 那另外一件事呢 請藍摩 就一定要請 這個海綠峰的藍摩 或者我們叫做道士 來做 因為每一個地區的藍摩呢 都有他們自己做的一些的儀式 一些的特色在那裏 那個做法都有一個分別在那裏 因此他們堅持 來到今天都 只是出現過 聽他們說的 出現過一年呢 請了一個潮州的藍摩道士 自過一年之後呢 就不再請了 因為那一年不是那麽 做完之後呢 榴槤不是那麽吉利 所以以後呢 堅持都是請回這個 就是海綠峰的藍摩族 另外呢 就是那些雜作 那些雜作呢 其實在剛才 剛才那本文國四年的建超寶裏面 原來1915年 他們的雜作呢 已經是在那裏做的 原來是 海綠峰 請師傅做 做 仍然都是我們今天見到的 一會兒會給大家看到的 那幾個神 一個就是 大士王 一個就是 山神 一個就是土地公公 還有城王 這些的雜作 全部都是由那裏 那裏運來的 那麽後來呢 長洲自己有 海綠峰的師傅做雜作 那麽就長洲自己做 後來這個師傅死了之後呢 沒有人接到手了 那麽他們都是 怎麽做 翻翻 而且那時也都是 改革開放了之後 那麽他們呢 就翻翻去海綠峰 請回那些海綠峰的雜作師傅呢 幫我們雜 這些雜作 然後呢 雜完之後找出來 就去做這個太平政策 每年都是這樣的 那麽因此你看到 他們對那個 海綠峰傳統那個堅持呢 是相當相當 延續下來的 有一個延續性在這裏的 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我們說 就是那個太平清朝 我最初認識它的時候 就由會境巡遊開始 其實呢 會境巡遊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也都看到 有一個 就是它那個巡遊隊伍 你如果純粹從那個巡遊隊伍去看的時候呢 你看到 其實它那個很主要是一個 宗教活動來 它都是一個有神的活動來 因此呢 它開始的時候呢 就是由那些藍和師傅帶路 然後再跟著下去就是一個一個的神 一個就是太平山街的北帝廟 不是北帝啦 再接著下去 有一些景色 再我去就是洪盛啦 西關天后啦 中環的天后啦 這個中環是長洲的中環啦 不要搞錯 不是出了來我們香港島的中環啦 那就是藍藤啦 橫尼啦 跟著觀音啦 然後再到最後呢 就是他們自己 我們長洲的玉虛公那個的元天上帝 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然後再後面呢 才是很多很多的 後來的我們所說的飄飾啦 武師啦 武龍啦 所以在這裏呢 我們看到那個宗教性呢 在這裏很強 而且那個主體是什麽呀 就是個元天上帝 但是又要記住一件事喔 除了長洲自己的神之外呢 我們裏面還多一個叫做太平山街的 太平山街是哪裏呢 原來就是中環 和西雲之間 我們說那個太平山街 那裏到今天都仍然有個太平山街的 原來這個呢 這個太平清朝是同那裏的一些學老人 有些傳說故事啊 現在有些的研究都有做這個紀錄的 就問回那時候做一輩 那時候在長洲的一些老人家 他們就說其實長洲的太平清朝呢 最初呢就在太平山街那裏 因為有瘟疫 那些學老人呢就 一都是擺這個北帝 那所以在北帝那時候呢 請北帝遊神 就解決了這個瘟疫 那以後呢希望一路每年都做下去 但是呢那時候因為太平山街 政府呢 因為那個衛生的問題 就不讓他們這樣做這個活動 那因此他們呢就搬了過來 跟他們一路有交往 同樣都是拜北帝 同樣都是學老人的長洲 因此長洲的太平山 不是長洲的太平清朝呢 就是由太平山街移到去長洲 在長洲落地山根 變成了一個長洲地方 非常有特色的一個傳統活動 那去到一九零三年 這個歷史其實我覺得重要的 就是去到這個時候呢 那些港府有人加入了去 爲什麽加入去呢 我們說剛才不是一直在說 在一九零三年之前呢 他一路都仍是一些違朝人的 正在長洲裏面 很有很有一個 方言群特色的一個活動 但去到這個時候呢 他們想重修個廟 擴展個廟 其實那一年呢 將廟蓋大了很多 但是蓋這個廟的時候不夠錢 那怎麽呢 請了那些港府人一齊來 一齊夾在一起 籌款擴建個廟 那自此以後呢 他們訂立一個合約 其實他們當時不止擴建個廟的 還夾錢呢 買一隻羊船呢 扮了由香港島到長洲的 渡輪服務 以後那個收入呢 就資助那個廟 在一個這樣的結合下 港府人開始參與這個 帶有很強的 這個方言特色的 這種方言群體活動的 太平清朝 自從那一年開始呢 大葉小商他們 不是等於這一年開始呢 港府人呢 就和這個位置人 一起去做太平清朝 他們只是合作間廟 不等於他們加入了太平清朝 因為我們知道呢 一會兒我們會介紹到這一件事 因為我知道去到 剛才講過 去到1960年代的時候呢 他們才給港府人去參與 抽 就是在神前呢 紋杯 選這個總理 所以其實去到190幾年的時候呢 港府人還沒有參與 他們選總理這件事 他們參與只是參與一個廟 所以在這裏呢 要分清楚 好 另外一件事呢 我們要看看整個活動 最初的時候呢 這個活動呢 我們說是 魏朝人的 他們做活動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長洲的東灣那邊做的 就不是我們今天的北底廣場 這裏呢 有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呢 其實是長洲北社街上高 那個北社街坊會 還掛在這裏呢 他就說這個是1927年了 不過我不知為何他會知道是1927年 不過不要理他 但是我們呢 就在這裏呢 看得很清楚 那時的那裏呢 那時候那個照片呢 那時候那個照片呢 就在東灣 東灣上高呢 現在搭到那個棚那裏呢 其實就是那個氣棚來 我們試試看 那時候的東灣 這個60年代 其實沒有什麽人住的 因為主要住的人呢 我們在這裏看到了 這個長洲 其實主要就是在中環這裏 是在這裏的 是在這裏的 原因為什麽是 因為對著大嶼山呢 這裏呢 是背風的 這裏呢 是當風的 所以東灣呢 其實不適合百船 亦都不適合住的 所以主要的人呢 是集中在 住在 我們說這個叫長洲灣 或者我們叫中環的這個地方 而在這個 這一邊 這邊就是那個長洲灣 主要就是這五條街 那些人集中住在 這幾個街區上的 我們說的玉虛公 這個元天上帝 就在這裏 所以他們主要是在這一邊 今天的打照 其實亦都是集中在 這個範圍裏裏 為什麽看那個活動 集中在這個範圍裏 譬如右臣 這條其實是右臣的路線來的 但是那時候 人住在這一邊 但是呢 打照的時候呢 就會出來這一邊 因為這邊是什麽 空曠 有地方嘛 去到什麽時候呢 去到戰後 二次大戰之後 我們看到了 太平清照 他們以前在東灣做的 去到1959年的時候呢 華商會 那時候就負責 長洲那個地方自治的組織來 就向政府申請撥地 在這家北帝廟前面呢 開一個北帝廣場 六四年 建好之後呢 就搬了那個 打照蓋那邊 以後在那邊做的時候呢 整個打照的 這個 現在就是這個 擴建 1903年之後擴建的 大概的規模呢 和今天沒有什麽大分別的 就是 現在的北帝廟 每年選總理 這個選總理的辦法 我們說 1906年的時候 不是1906年的時候 被港府人參與 去到2001年的時候呢 另外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那個轉變是什麽呢 決定了以後 都是在每年的 這個四月 初六到初八做打照 為什麽這樣選 因為他們想著初八 在1997年回歸之後呢 我們發單 四月初八 農曆四月初八 是公眾假期 所以他們想一下 平時如果不是公眾假期 的時候呢 搞這個太平清照 是很困難的 找人去做 很困難 找人來看 也都很困難 因此想一下 不如我們 改了做 在公眾假期 還有我們一向都是四月做 四月初做 而且這個佛誕也是在四月 再跟著 他們就去神前問卜 就是問一問杯 北帝都答應他們改期的 他們就改了 以後就是 不是自己隨便改的 要問個神的 他們問個神 神都說可以了 以後改了 改了之後呢 就有很多好處了 賭上高的人 如果他因為假期 他就可以回來幫忙 賭外面的人 因為假期 所以便可以來參與 來參觀 來到一桶 河彈 因此整個活動 活動 活起上來 其實你就可以看到 這些就是我們在說的 一些靈活的創造力 我們賭上高 太平清少 這個長洲 賭上高 負責太平清少的人 是很靈活的 居民 他們不會 我覺得不好聽 不會死胡胡 傳統 不是說 叫做傳統 就等於不變得 正正因為 它之所以可以 一路傳下去 有個傳的那個 那個能力 就是因為 你靈活 你有創造力 所以你就可以 一路延續下去 要不然 你就會被社會淘汰 被這個時代淘汰 你就變成一個死的 可能 今天消失了 它今天不消失 就是正正因為這些表現 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太平清少 現在主要幾個地方 我們今天見到的樣子 是這樣的 以前不是這樣的 今天只可以說少少 今天的情況 這個就是 現在去到 這個是神鵬 這個就是那個氣鵬 這個就是放那三個大的紫紮神 一個就是大雪王 土地和那個山神 這個就是放包山的地方 這個就是那個趙鵬 或者我們那個蘭磨鵬 就是這裡 我們看一下那個大概的樣子 這個就是 這邊就是放神 請神就是放在這裡 這個大氣鵬 在另外一邊就是 這三個的山神 和這個土地 然後是這個包山 這個就是那個趙鵬 好了 整個過程其實是做些什麼的 我們很快去 要很快去看一看這個過程 第一件事就是樹番 這個番其實代表什麼呢 就是上高有個燈籠 下面有個神 其實很主要就是那個燈籠 是招引 要來受 超優的那些優魂野鬼 告訴他們這裡有得吃了 有東西拿了 叫他們過來 他們在長洲 總共有九支番 我們看到很多地方 可能只有五支番 有些是四支番 很多時候就是在一個趙長的範圍裡面 但是長洲呢 他們立番的方式 就跟這些有些不同的 不是東南西北中這樣的方式 他們是 我們如果將這些番綱 有機會 我們進去看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他們立番綱的地方 就是那個住人的街區上部 有份的那個街區就有番綱 而集中去到最後 就是一路順著 由北帝廟開始立 第一支番綱 一路過去 去到這個 這個 中興街的天后 然後回回頭 就是去到這個 熊勝廟都有 回回頭去到二池的地方 二池總共有三支番綱 加上有九支 這個範圍就是剛剛所有最主要 在那個中間地區住人的地方 也是商業經濟活動的地方 集中在那個地方 因此就說 他們保佑 由神也是順著這個 這樣的路線去由 因此他們保佑 潔淨那個地方 其實就是 最多二處的地方 也是說 這些人有份的 太平清朝的地方 我們看到請神 第一件事 立完番綱之後 要將那些神請過來 有幾種的 這個請天后 剛才那個 就請這個北帝 第二 接著第二個步驟就是夜晚 第一天的夜晚 請完神的那個夜晚 就是一個叫做靜香的儀式 就是由藍莫帶著帶隊 大家將香 沿途做一個結淨的方式 沿著那個街區 然後分些香給各戶的人 那些人呢 每一個沿路的 居民收到那些香之後 就會回去插在門口 就結淨自己的家 自己的範圍 跟著 這個儀式之後 就很重要的一個過程 這個時候 就傍晚 藍莫就做一個叫做政壇開光 開光 因為每一個神像 指責的神像 要經過那個開光 神才來到 要經過一套儀式 不是說你隨便 紫紫紫就是神來的 是要透過一個儀式 才讓他充滿那個神力的 要做一個這樣的 先結淨了自己的壇場 我要在這裏做事 在這裏有一套儀式 結淨了這個地方 然後將每一個神像開光 做完開光之後 就有一個啟壇的儀式 這個啟壇儀式 亦都是招自己 就是 他們道教自己的神 亦都招 島上高原有的那些神 所有的神靈來到 我們才叫做正式開始的建照 那個建照 在第二天 做完這個儀式之後 才叫做開始 那第二天 我們見到 這個就是義慈 外面那幾支翻光 亦都是最後那幾支翻光 立好了翻光之後 原來每一天 在儀式結束之後 之前 在整個太平星照結束之前 每一天 有三朝三叉 即是早上要去行朝 中午行朝 晚上行朝 然後才開始做其他事情 然後走完朝之後 要回到趙鵬島 去 要做一個拜叉的儀式 是每一天都要做的 而在第二天 我們說正式 那個照開始了之後 行完朝 拜完參之後 其實呢 在第二天的中午 直到一天的中午 那個五朝 他們就不去行朝了 就做一個叫走五朝的儀式 這個走五朝的儀式 其實很重要的 很多很多居民都會參與的 他們就會將他們家裏的 一些衣服 或者一些用品 就作為獻出來的物品 你看到幾個藍和師傅 五個的 擺五張桌 東南西北正中間 五個師傅 每天拿著一個大袋 拿著一些令旗 那個大袋 就是放著一些居民用的 那些的物品 然後呢 繞著五個桌去走的時候 代表他們什麼呢 就將那些物品 獻給東南西北 中國方的神力 獻完之後那些物品 可以變成有神力了 明白嗎 因此呢 很多人願意拿那個袋 其實是放了很多東西在那裡 然後呢 獻完之後拿回那件東西 那件東西就會保佑你的了 所以我們說 這個走五朝呢 除了一套儀式之外 同時是表示居民的參與的 在這裏 到晚上 晚上呢 其實同一個時間呢 是在做兩樣東西的 一個因為長洲是一個漁民社區 所以呢 水上那個保佑呢 不只是保佑陸上的 還要保佑水上 因此他們有個祭水優 不止的 他們還會上山祭的 其實有水祭和山祭的 而同一個時候呢 水優就 有很多物品 獻給那些的幽魂夜鬼 就放上船道 由船出去外面 去化了它 去給 結淨海綿 所以海綿以後就會平安 另外一件事 在那個照牆上高呢 他們就做一個形聖的儀式 那個形聖的儀式呢 其實 本來應該還有幾張的 其實呢第一晚非常精彩的 有很多的表演都在這裏 以前 就是表演賣什麽呢 除了把神靈請來之外 很重要的一件事 同時有一些的 膽默 就是我們說 雜耍表演的 比如以前有跳火圈 舞火盆 很多這類的東西 好像近年少了這些 就是 可能現在這些事 非常之難做的 就是很難請到師傅做到這些事 所以慢慢 也都可能是 費用高 請要做這些事費用高 所以又難一點 好了 到第三日 早上呢 就舉行了一個顯傳儀式 這個顯傳儀式呢 就是 將一些髒的東西 做一個 做一套儀式 然後將一些髒的東西 放上一個紫船上高 包括了很重要的 是不是有兩隻核彈在那裏 壓代表壓 壓運這不好的東西 然後呢 就拿去海邊放了它 做一個這樣的儀式 跟著做完這個儀式 就會有一個頒扶的儀式 這個頒扶儀式呢 其實呢 很主要呢 就是 由這個藍魔 用一套儀式 然後呢 他們以前呢 我們見過呢 就是這些海陸風藍魔呢 就會 就會 神靈降身 接著割開一條利用一些血 我們說一個掌圖 然後呢 去為他點那些的符 那些符就有了力量 然後派給那些的 派給那些的 那些的居民 拿回家 你可以貼給他 可以待在身 這樣就保平安的 但是呢 可能 慢慢慢慢呢 就 這種這樣的做法呢 可能覺得 是不是 比較嚇人 怕嚇到其他的人 因為那一天 有很重要的儀式要做 那就是會境巡遊 那因此呢 搞呀搞呀 這幾年呢 發覺沒有了這些儀式 他們用一個什麼儀式 代替了它呢 就用一個熟公雞 撕開個雞斑 有些血 用一些血這樣去 為那些符開 就是開光 那好了 我們講 跟著下去就是會境巡遊 這條就是會境巡遊的路線 我們剛才講過 這條路線其實就是他們那個 主要潔淨的那個區域 而這個區域也是他們最主要的商業區 也是居民聚集住在這裏的區域 好了 剛才看過這個 這個會境巡遊 我剛才講過就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 遊神 潔淨的地方 一個地方宗教活動 但是呢 發覺 而這個活動呢 其實看到了 由藍莫戴的 跟著後面才是這些叫飄飾 其實我們跟那裏的人談開 其實飄飾的加入呢 其實它有幾個說法 如果根據 剛才何先生帶來的那份 照寶去看 1915年的時候呢 已經有一些叫做 扮飾 在裏面講 就是有幾多幾多的這些 到底這個扮飾 是不是就是飄飾呢 我們不知道 因為根據他們現在的人說呢 他們就說這個飄飾 其實是在 省港大罷工的時候 就是什麼時候 省港大罷工就是什麼時候 1925年的時候 他們呢 其實長洲還有很多 你知道水上很多人呢 都是一些 我們叫做 行船的 一些水神 就是那些叫做 叫做什麼呢 海原 沒錯 因為海原那個工會 那個勢力很大的 在省港大罷工之前呢 其實呢 也都試過 這個海原大罷工的 其實他們那幫人呢 他們就說 其實他們就是在省港大罷工的時候呢 離開香港 走到廣州 支持罷工嘛 香港就變成了湊港的時候嘛 那時候 他們因為去到廣州 他們呢 就有機會看到佛山的飄飾巡遊 就覺得人家那個巡遊非常之好 能夠引入來呢 我們這一個長洲呢 我們每年的那個遊神的時候呢 就更加有看頭了 那因此呢 這樣引入來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說法 但無論哪一個說法都好 其實 我們會看到呢 就是在那個活動裡面呢 不斷有些新元素加入去的 原來我都會超小 那我們要跳快些了 其實在這個巡遊裡面呢 有很多 譬如包括了 這個是海陸工人的特色來的 一些麒麟 就是廣府人就喜歡武師 那不止 有一年 還有一些森巴舞團來到巡遊 你就可以知道呢 他們那個彈性有多大 就是那個吸引能力呢 他們會隨著社會需要去轉變的 就是不是他們的需要 是來看的人的需要 再跟著在這個時候呢 巡遊路線去到那個中環的時候呢 就會有一個放生的儀式 那跟著走完 回到最後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抬著他們的神呢 主要是抬神的那些人呢 就會鬥快走回來的 那個叫做走菩薩 他們說 哪個最早回來 哪個就最受神保佑 是最受他們保佑的 但是呢 因為這樣走回來呢 就有很多衝撞了嘛 你們看不看到呢 在這裏呢 有個穿著白衣的高級的警官 他原來手拿著旗 現在就規定了 是怎樣做呢 他發一下 你就一對人過 發一下才被排隊的 原來就開始呢 沒有一個這樣的衝撞 這些又是另外一種改良了 好了 到晚上 就有些製大優啦 剛才有些圖片看了 我們很快跳過 但是再跟著去到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搶包山 搶包山是甚麼時候呢 就是去到製大優園的時候 那些藍和師傅 確定了那些冤魂野鬼 收了東西吃飽 走了 那他就會敲響個爐 那大家以前的做法呢 就爬上包山上去搶包山了 但是 你看到這些就是以前的 那些細包山 這些就是以前的大包山 這個讀明年代的 但是 有一張照片說 四零年代的 但是 可能分別都不是很大的 讀到零年代 但是去到1978年 就是他們那個搶包山 出現一個塌包山的情況 那政府就在這個時候 就規定 以後不准再搶包山了 不准搶包山 但是是不是等於沒有了包山 不是 他們仍然 因為包山對他們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他們私休的 其中一 特別是可能複人 這個是他們的傳統 來的 因此他們繼續保留這些包山 不過 他們在製大優之後 敲完羅之後 他們就上去 不是搶了 派工作人員 把包取下來 割下來 然後去到 第二天早上做 才派給那些居民 但是如果我們看回 一些舊的紀錄的時候 我們說 其實那時候不只是搶包山 他們還有些東西搶的 就是搶這三個 只紮神像的東西 一個就是紮 這個 常告的觀音 這個大使王 一個就是這個 一個就是這個 一個就是搶 這個土地公公的 那塊黃金 和他的首帳 另外一個就是山神的寶劍 這些都是有靈的東西來的 可以保佑你 所以以前原來 連這些都搶的 不單止 這個我待會再看回來 不單止 另外看一些的紀錄 他告訴我們 休席 都是那時候搶的其中一樣東西 那些放在那裡的 這些的休席 那時候製大有一個 36席的休席 這些休席 在儀式完了之後 化了大事之後 就有一幫人出來搶 搶 以前是搶什麼呢 搶這些休席上的食物 因為以前那個 物資幾次缺乏 特別是戰後 但是去到現在 這些食物 對長洲的居民來說 完全沒有吸引力的了 也都沒有那個需要了 所以現在呢 他們就發覺很少搶這些食物的 很多時候 像精神 拿幾個包 因為那些都是拜過神的 有些 有些小朋友不知道 走出去搶什麼 搶幾個燈籠 但那些是什麼燈籠來的 叫鬼來的嘛 製幼的嘛 如果他回家 如果爸爸媽媽知道 可能就是打我了 這些是吧 隨著社會 其實有很多東西 不說出來的時候 我們也跟著有很多的變化 在這裡 好了到最後呢 我們講到 這個非物質文化遺產 其實剛才周管長也介紹過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說一個傳統文化呢 其實它是隨著周圍環境 以及自然和歷史 是一個互動的過程來的 這個過程裏面 不斷有一些的再創造 這個再創造的過程呢 這件事才是重要的 原來 聯合國他們在公約裏面 就告訴我們 原來變動才是一個文化的重要性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它怎麼變 你要明白 再還有呢 就是因為它知道傳統文化的變動性 那個特質 而那個特質正正在表現著一種創造力 這種創造力就是一種生命力 這種生命力呢 其實也可以表現著文化的多元性 因此我們從剛才的整個 我們所介紹的那個長洲太平清照 你就充分看到一個文化的演變 而這個演變的過程呢 有很多種不同的內在外在的影響因素 它隨著這些環境的因素也好 人的因素也好 甚至是政府 不讓他們搶包山這些因素也好 隨著這些的因素呢 去做一些的調色再創造 而他們這個文化 就充滿著一個生命力 這樣一路發展下去 好 我今天講到這裡為止 謝謝馬國賓